全国冠军 说实话刚开始 我觉得拿全国冠军就特别厉害了 但是真的拿了全国冠军以后 好像野心又更大了 想去往更高的地方走一走 目标就是奖牌 之前跟教练说的 我说轮也应该轮到我了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练到那个块上了 我也有那个实位去拿了 反正这应该就是我的 因为你像我们在台上打 虽然你是面对面打的 但是有的很多情形你看不出来 只有在下面教练 就教练不用说太多 就一个点 你就能瞬间就明白知道要怎么打 所以一个运动员要不能困在一个好的教练 特别重要 我像挫折都是比较大的 我像挫折都是比较大的 从13年14年15年 当时说真的有一种 就感觉自己上不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每次到这个决赛 马上就要拿冠军来 你丢下来 当时觉得 你挫折了之后眼里也大 他之前就跟我说 就像就是该房子低级打得好 虽然说你挫折比较大 但是你低级打得 就跟你垒金字塔一样 你下面垒得越快 你上面肯定是越稳 就是一点点就这么跟我说的话 我觉得人受挫折太多了 反而就觉得 我真的不行了 有点那种感觉 11年开始抓的领钱 12年拿的第一个冠军 现在应该拿了 最少有十六七个冠军了 什么冠军 基本上比家人还一起的时间多得多 我觉得她算是一个就是人生导师嘛 像时尚的话 她也会跟我很多鼓励 我觉得她是在一个她自己的压力下 去开导我 肯定是冠军啊 这是无中之一的 当然是金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